各位朋友,各位同行,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赛连的快速汽油流程分析仪 是用气象测测法来分析汽油预测那个D86的结果 这个的话要用到一个软件 就是叫DHA到D86这个方法软件 还有这个模型 那么先做一下名词解释 什么叫D86 它的全称的话叫ASTMD86 什么是ASTM呢? ASTM的话是美国材料试验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Materials的缩写 那么D86的话也叫石油产品长压蒸留试验法 也我们国内的话呢也简称的话叫N10蒸留 或者叫短程蒸留或者叫简单蒸留 那么GBT的话呢是GB的话呢是国家标准 国标T的话呢是推荐 所以我们国内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个对应的D86的一个标准 叫GBT6536石油产品长压蒸留特性测定法 这个的话呢是修改了这个D86的方法 所以的话呢就是和它基本上等效的 那么还有一个名字的话叫为什么叫DHA到D86呢? 这个DHA这是英文的一个缩写 就是Detail Hard Carbon Analysis就是详细听组成分析 咱们国内的话呢也叫这个PORNA分析啊 就是单注的那个PORNA 那么D86如果我们做过这个油品这个实验室 做过油品实验的大家都对这个很熟悉 D86的话呢就是温石蒸留 1927年的话呢首次颁布 现在已经这个近百年的历史了 那么它的编号也是STM的话呢最早的 你看D86都是非常早的 那么它只有一个理论塔板 它是液体有样的正式蒸留 它测量的话呢就是费点对应的这个回收或者蒸化体积 我们右边的话呢就是这个标准化的这个 D86的装置 那么下面的话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蒸留 简易蒸留 一个这个加热液体 然后带温度计带一个挥流冷净管 然后的话再接一个三角烧瓶 这就是我们构成了一个我们这个做化学实验厂用的这个蒸留 那么什么地方在用呢 我们的各个炼油厂的油品这个化验室 还有的话呢油品的调和厂 轻实化就是产品产品厂 还有研究开发过程控制质量控制 再用这个D86 那么D86这个恩石蒸留 然后的话它本质上是见次气化结果 它不能的话呢表征这个油品当中各个组分的这个实际费点 因为我们这个汽油的话呢 我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合物啊 各种各样的厅类的一个混合物 但是的话呢它能够反映油品在给定条件下的气化性能 而且的话呢简便易得 所以的话呢就是广泛使用啊 来表征或者计算油品的这个性质参数 这是油品的话呢最基本的这个物性数据之一 但是的话呢由于恩石蒸留 基本上没有净流作用 所以油品当中最轻组分的费点低于这个出流点 或者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出流点的话呢实际上是 是是偏高的啊 比它实际的组分呢是偏高的 那么干点的话呢是这个偏低啊 所以流程的话呢 第86不能代表油品的真实的费点范围 但是的话呢简便这个异形 所以的话呢普遍用于油品流程的相对比较 或者大致判断油品当中轻重轻重组分的相对含量 那么第86这个详细的定义啊 什么叫第86呢 就取一较好的油样在规定的第86装置 按照规定条件进行蒸留 当收集到第一滴的话呢就是流出液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气象的温度设为出流点 然后按流份起计记录这个气象的温度 直到蒸留中了的话呢最高温度作为蒸留点 这种蒸留方式称之为D86物理蒸留 也称之为N式蒸留 那么流出温度对流出体积做图 我们得到了D86的这个蒸留曲线 这右边的话呢就是我们三个汽油 然后航煤和清材油组分的这个N式蒸留曲线 这是流程仪啊这是国产的啊 现在大部分的话呢是手动的也有这个自动的啊 做的都还不错 这是进口的这个自动流程仪 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测气面流流程呢 就是对于气油来说啊 呃这个它会影响的话呢 这个发动机的启动啊 升温性能和高温和高海拔条件 才能气足的这个趋势 在这些和其他燃料中存在的高费点阻分 可能会显著的影响这个固体燃烧沉积物的生成这个程度啊 所以它是一个呃 比较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一个性质啊 你测试测试方法 那么使用于的话流分燃料 就是天然气油 就是我们的直流气油啊 轻质或者中间流分 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火花式啊 呃 发动机燃料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汽车发动机 航煤啊 就是我们这个航空燃料 喷气航空燃料 就喷气燃料 柴油 煤油 煤油 石脑油 这个都都可以用这个D86来呃 来测来来来来来来来测定 射用器中 对于射用器来讲的话呢 它这个意义出流点 呃 如果偏低 表示的话呢 切割的阻分低 那么含量当中轻阻分的费点都比较低 所以的话呢 如果环境温度比较高 那就容易有气阻 因为气阻的话呢 发动机有可能就停车了 就供不上油 那么如果冲天过高 如果你环境温度比较低 比方冬天 那可能的话呢 这个冷启动的性能 和预热性能就比较比较差啊 所以的话呢 有的时候在冬天的话呢 我们有的时候专门往里面加一点这个清股份啊 叫冬季模式 那10%的点 这都有规定 我们国家这个国五国六的标准的话呢 规定是不高于这个七十度 你要高于七十度的话呢 就能启动困难 啊 百分之五十点 那么车用汽油的话呢 规定是不大于一百一十度 啊 这个油往下降了这个十度 国五五的话标准是一百二十度 我们现在降了这个这个十度 啊 高于一百一十度的话呢 油品的这个正方性能比较差 啊 这个发动机的话提速不畅 油耗增加 还有百分之九十的点 这个不高于一百九十度 如果你要是这个 百分之九十的震撼温度如果偏低了 这个这个低于一百九十度 低的比较多 啊 这个可以充分的话 如果高于百分 高于这个一百九十度 说明的话呢 种植流氛的左分数量比较偏多 啊 油品不能完全这个气化 那个未经气化油体进入燃烧史的话呢 会稀释这个气缸内的这个润化油 加大这个呃气光的这个磨损啊 同时的话呢燃烧不安全 我们就不安全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冒黑烟或者冒青烟 啊 发动机输出功率降低 大气的污染物排放增加 呃 中流点 这是种植流氛的这个费点 咱们国务规定的话呢 是不高于这个两百零五度 啊 太重了的话呢 是不好 啊 三流 一般的话呢 我们是不大于这个百分之二 啊 还有一些震化损失就是太轻了 那么的话呢 它不能被这个冷凝下来啊 这是我们流程仪里边的一个呃 有个太轻 它就会有总是你收到的 就像比方说我们放进一百毫升 那么的话呢 我们时间只得到了这个多少呢 98毫升 还有2%哪去了 啊 还有这个2毫升哪去了呢 就是蒸发了 就没有完全没有被这个呃 没有被这个冷凝下来 这是蒸油曲线 我们的横坐标的话呢 是流出体积百分之五 啊 那么重坐标的话呢 是这个流出温度 啊 通常我们这个曲线的话是一个平滑的曲线 那么第86的话呢 我们第86的话呢 把这个油品的话呢 分了五组 01234 五组啊 我们现在重点讨论的话呢 这个汽油的话 我们说汽油都是这个小于250度的 或者说我们这个方法是只能检测 这个250度以下的这个汽油的这个样品 那么针对汽油的话呢 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呃 有两个ASTM标准 一个是3710 一个是7096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 我们今天要讲重点介绍的就是这个异度 硬模模型啊 那么3710和7096 它都是这个我们叫 从算法来说的话 它是叫切片法啊 它是需要这个定量的这个标样进行矫正 呃 那么比较轻的定量样品的话容易挥发 所以的话呢就是不太容易能够做转 那么一度模型的话呢是 就是拿这个毛细柱啊 分离出单个风 然后根据软件根据保留指数 识别我们定性 比方说我们识别出来这是这个 呃一摊五正摊五或者是本甲本啊 或者是甲基环五丸 我们把每个风都识别出来定性出来 然后的话呢 根据风面积和显示因子的话呢 我们算出它的质量百分比 这是我们做色谱的话 都非常这个呃 非常清楚非常容易的 然后的话呢 再根据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的话呢 叫DHA2D86 我们这个呃 这是一个软件 或者说这是一种算法 它的算法的话呢 基于是异度叶模模型 然后计算D86 报告这个体积百分比 它这个分析过程的话呢 就是用色谱法嘛 我们可以完全这个自动化 呃 无人之手 你把样品排好了 放上放好 排好了以后变好序列 然后的话呢 就启动序列 然后人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它就可以全自动一个一个往下做 啊 所以的话自动化成功非常高 这个也非常容易这个做准 呃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3710 什么是3710 3710的话呢 是第一个用气象测步法来测定气流流程 呃 范围的这个摄像方法 啊 重量点不大于260度 那么实践的话呢 它需要这个定量的这个角度标样 比方碳3到碳15的 啊 那么在实践当中的话呢 就是难度比较大 啊 我们把这个安排屏封号了 呃开了以后 然后的话你放到样品票小瓶里头 那么一旦的话呢 针砸过了 啊 呃或者你很容易的就是这个样品 就是说庆祖分就容易汇发了啊 你汇发以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定量这个标样就不准了 所以的话你就经常去开这个新的标样 啊 那么它用的是填充座啊 热道减的器 啊 大概15分钟时间 还需要这个质量剂 所以它这个这个呃 运行成本也比较高一些 啊 这是3710的这个矫正曲线啊 左边的话呢是它的呃 矫正样品啊 右边的话呢是它的这个相当于是蒸馏曲线 温度 对保留时间的曲线 就是把保留时间呃 转换成这个温度 那么后来的话呢就是呃 呃 对3710的话做了个改进 就是呃 叫7096 7096的话呢 是用这个毛细管柱 大红毛细管柱 然后代替了这个填充座啊 代替了这个3710里面的填充座 它是呃 综绵点的话呢 略有这个提高啊 扩大就是到280度 也是 但是的话呢也是同样需要定量的矫正样品 啊 15米或者30米长的毛细管柱 嗯 这个的话呢比较好就用这个IFI的检测器了 然后 质量报告需要矫正以后才能给出这个提及报告 分时间的话大概也是这个15分钟 这是它的这个呃 矫正矫正样品 左边矫正样品 右边的话呢是这个 呃 保留时间转换成温度啊 转换成这个废点 我们叫蒸馏曲线 矫正曲线 嗯 那么今天的话就是我们今天重点介绍的就是DH1到D86啊 这是个这个方法或者这个模型 然后的话大概的话呢这个是呃给大家做个介绍 下面的话呢范围也是从这个呃 呃 室温吧 比方说50度啊 我们的话定义的话大概是25度到这个250度这个范围的所有的听的样品 混合听的样品都可以做呃运用时间6分钟呃准确来讲的话呢5.8分钟 从这个启动运行到这个分析结束呃5.8分钟 当然的话如果要循环的话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加上这个冷却时间啊 从 住相温度成为升温到了这个表达说200度 那我们降到这个35度 那么他需要这个几分钟的时间 他的话呢是基于超快的详细听这个分析结果啊 这个是用这个幸福性毛习管柱就0.1毫米内径的毛习管柱啊 10米长所以他的分析速度非常快 那么这个的话呢最重要特点的话 他是不需要这个定量这个标样的啊 我们只是需要这个标样的话呢 我们需要这个完全的标样 比方说我们从碳5到碳14 我们只是用他来矫正一下这个保留时间这个漂移啊 那么的话呢他的理论基础的话呢是这个异度的气液平衡取消 这个图表现啊威尔逊的话多组分混合模型 这个物理性质和挥发回收数据导入的动态计算 这是他软件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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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 那么的话呢他可以得到呃 振发回收体系对于温度的振流曲线 振发损失和残留啊 都可以给你把第86的这个结果都给你完全呃 我们模拟出来 然后还可以得出这个雷德蒸汽压 给你算出雷德蒸汽压 啊左边的话呢是超快的这个DHA啊 这是6分钟或者5.8分钟 然后的话完成一个分析啊 一个气游的分析 那么右边的话呢是从DHA 我们的话呢把它呃这个最右边的话呢 这是DHA的这个色谱相当于一个简化的一个色谱图 然后有不同颜色表示是它是顽听方听西听 那么这是它的这个蒸流曲线 啊最左边的话呢这是它的这个太小了数字比较小 这个是第86的结果 比方说我们这个出流点 然后这个是比方说是45度 然后5% 比方说这是这个50度 啊重点比方说是190度啊 这是它的这个 这个 D86的这个结果 直接给出你第86的报告和 呃第86的正流曲线 那边范围 这个从25度到250度的样品都可以做 包括的话呢有含氧化后的气油样品 还有生物燃料 就比方说一寸气油 我们国内常用的这个10%的这个一寸气油 那么食脑油 轻食脑油 这个重直流气油或者脆化烈化气油和FCC 啊充电生存油 丸机化油 易钩化油 调和气油 包括一寸气油 MTPE气油 甲存气油 溶气油 流氛油 啊这些抽屉的这个香蕉啊 有个油品 溶气油各种各样的流氛油 我们只要是气油这一类听力这一类的 本来听力的我们都可以做 他的分析方法啊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一个10米长的一个0.1毫米内径的毛续管柱 魔后的话呢是点2微米-1 就是一个分析性的这个呃 费点柱 激样口是分流激样口啊 激样量的话0.2微升 呃 秤管的话呢是填油波里面的这个激样秤管 简直器的话呢是IFID 用的是相应相相对相应应值 那么他的数据系统的话呢我们是用 commas这个 cds 这个数据色部工作站 我们来采集数据 然后的话呢再 这个用这个steopix这个软件 然后来算他的这个D86结果 那么他测定死时间 那么他测定死时间 计算其他正果安定的这保留时间啊 那么飞点的话呢是动态计算的啊 物理性的就是我们的啊 汇发温度还有回收温度啊 这是我们D86里面的这个呃指标 那么他都可以给你做出来 这是一个图示啊 毛习管机样口 然后的话呢加一个十米厂毛习管柱到FID 所以很简单 那么呃这个方法的话呢 到了目前为止的 因为它是一个理论计算的一个方法 呃 ASTM的话呢或者说各个国家这个标准的话呢 现在就是对于这种理论计算的话呢 现在就是还没有呃就是不太不太容易 成为一个标准方法 但是的话呢这个模型的话呢是非常这个 呃有名的 那么从DHA到D86这个市场的话 现在已经有大概20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和D86的吻合度 已经被广泛的接受和这个认可 然后的话呢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被广泛的这个使用啊 那么D86的话呢只是一个强制标准 比方说我像我们国家的6536 这是这个汽油这个出厂啊 那么的话呢必须要做这个D86 但是的话呢这个大量的样品的话呢是中控 中控这一类的 比方说我们生产装置的这个指控啊 中控指控啊 大量的就是每个包 然后的话呢 八个小几个小时 我们都要去抽检一下 看他这个这个呃 新样品的性质怎么样 这时候如果说我们用D86的话呢 这工作量就会非常非常大 我们用这个D86到D86这种方法的话呢 这个我们就非常的快 我们大概就是这个六分钟 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个样品 而且的话呢这个也没有污染啊 非常快也可以自动化 所以的话呢就是这广泛的使用 嗯 优点 这个首先的话呢 质量数据有可靠的这个可比较的这个结果啊 和D86 然后的话D86比D86的话有更好的精度 因为的话呢这个色浮法嘛 我们这个仪器的精密度 精度比这个这个流程仪啊 简易的这个流程仪的话呢 这个要精度高得多 然后设计制造工厂测试 我们都有正硬的文件 我们是在工厂给你调整好的 所以的话呢到现场的话就是这个开包装 然后的话呢接上器接上电源 然后开启 然后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做啊 这个非常快 我们有专门的计算和报告的专用软件 那么比D86的话有更好的投资 这个回收率和更低的运行成本 比方说我们有更高的这个生产率 整体效率的话呢大概提高了4倍 拿到结果的话呢快这个6倍 那么自动化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啊 D86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是 虽然说有比方说我们有进口的流程仪自动的 但是的话呢就是他只能一个一个做 然后做完这个了我们的下一个 我们得把这个呃 换上的人工得去把这个呃 样品圆都换下来 然后的话重新加100毫升样品 然后的话两桶怎么重新接 然后还有擦一下那个龙金管啊 这个都得人工去做啊 我们这个气这个气氧素测谱方法都放到我们吃 直接把样品瓶直接放到这个盘上 然后他自动做就可以了 所以非常快 也没有昂贵的这个玻璃器件 而且本质上安全 我们样品量的话呢很小 1毫升到2毫升 对于这个100毫升的话呢 这个汽油比这安全多了啊 这是他的这个比较和D86的这个比较啊 如果的话两个完全相等的话呢 就是我们是45度的一个直线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都在这个附近 所以的话呢这个和D86的结果混合的非常好 这个的话呢是调和汽油 调和汽油的话就是现在是一个混合的啊 就是我们表示我们是各种各样的油 最后调和起来的这个油 我们叫调和汽油的混合度也是非常好 和D86的结果可比可比性 然后的话比D86更好的精度 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成功性的话呢 一般的话呢是小于两度 切根的成功性的话一般是小于1% 分析时间啊 分析时间啊 我们比较一下 我们要是D86到D86的话6分钟 但是你要D86的话呢就是大概就是30分钟 快速DHA是28分钟 这个后面的话呢是也可以用这个快速DHA 用这个0.1毫米40米长的这个毛起管柱 然后来做 当然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一些 分离都会好一些 那么6730的话呢那就更长了 大概需要28-10分钟的3个多小时 这个我们就不是太推荐了 比这有点好多 那么DBA DHA到D86的话呢 完美的适合快速内部质量控制 费点控制的这个分析方法 这是很完美的一个方案 这是一个比较 刚才我们其实上都已经比较过了 这个样品少 然后安全 这个火灾的风险比这个D86要好得多 本质安全 然后精度也比它高 那么的话呢 占有体积也比它小 劳动强度的话呢 也比它也低的多 因为我们可以完全自动化 那么色不住的寿命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很长 这个消化品的话呢比它也小得多 另外的话呢我们是这个污染也比它小得多 因为我们只有两毫升样品 而且它封上的整个分析过程的话 基本上是封闭的 所以的话呢就是也没有像这个油品实验室那样的话呢 就是满屋子都是一股这个汽油柴油的味儿 汽油没有的味道 然后的话呢 样品的储存也会比它好多 D86的话呢我们要存这个几升的样品的话呢 的话整个这个房间的全是这个油 非常的这个这个危险 时间短啊 这是传统的相比 这也是跟它这个相比这是一个图式化的啊 我们大概就是 看一下 这个是它这个新的这个模型啊 它的话呢是现在是动态计算保留指数 原来的话呢是一个静态计算的 动态计算的话 它就基本上把你这个保留时间这种飘移 比较小的这个飘移的话都给你自动给你识别出来 不需要你单个再去一个一个再去这个识别 或者说识别的这个准确率比原来要大大提高 然后模式识别各个风 然后甲本那个反卷机 每个样品的这个典型这个偏移量 然后监测对于代Delta和Z分数实验室交叉对比 这是它这个软件里边的这个模型里边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方法 这样的空间我们还我们的话用436 刚才我们就看图里面那个436 就相当于单通道的一个这个牵扫比就非常快 要非常小 这是它参考分线的出处 也是分析 这是一个轻视闹油 可以做一个轻视闹油 左边是侧谷图 右边的话是针钩曲线 这是一个乙存汽油 那么看到乙存汽油的话 它明显的它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曲线的话 那就是不是很平顺 这是它的准确度 这是一个直流汽油的这个典型的一个色补图 我们看虽然说是10米长测不住 但是大部分的这个风它基本都能分开 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报告 这个左边的话就是它第86的这个报告 这是这个支流点5%10%各个点 然后的话就是蒸发体积 然后回收体积 然后的话在这边是这个 这是蒸发 蒸发温度 蒸发体积 然后蒸发温度 然后这是蒸发曲线 这边是这个简化的4个色补图 这直流汽油 那么它如果是没有经过矫正的话 它比方说我们有一个点 90%的话是2.6度 大于它的指标 它指标的话是2.2 偏高了 我们用黄色表示 但是它经过这个矫正以后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把各个点的话 都能在控制的指标范围之内 所以它进度非常高 这是MTPE汽油 加了这个甲基础钉1米1的汽油 这是它的这个第86的这个报告 那么也是中重点的话 就是没有经过矫正的话 就是它就是偏高了这个 偏低了10度 它的目标的话是124 实测的话174 那么的话 我们经过这个矫正以后 我们可以的话 把这个各个点都在它指标范围之内 这个中重点的话是指标的话 是允许误差的话有5.3 你这个做出来的话是4.4 所以的话各个点的误差很非常小 这是92号起路 的报告 这是95号起路的这个报告 这个全篇介绍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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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